欢迎您收听《傲风》 作者 风行烈 我是荣洛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16集 莫南还在迷糊着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却默然发现 四面八方 不知是从何处 莫得多出了十几口乌黑的飞溅呢 每一把飞溅 都散发着锋利森寒的冷光 绝非凡品 形成了一个圆圈 纷纷冲着他的脑袋刺了过来 莫南当场吓出一身冷汗 这等可怕的隐形飞溅 突然爆起伤人 那绝不是一般人 可以躲闪过去的 如果傲风没有 事先的一段话提醒 他非得被剃个光头不可 一声大喝 莫南抡起重剑 犹如陀螺般的狠狠一旋身体 天蓝色剑气 在周身形成一个小小的圈子 就如一个龟壳似的 十五把进攻所用的飞溅 虽然剑风相当锋利 但却接二连三的 被这堵剑气墙弹到一边 毕竟是剑胜级别 莫南多少有点本事 再次爆喝 动作如行云流水般 向奥风挥出了一道强劲的蓝色钢风 这时候 他再不敢把奥风 当成一个小辈来看待了 奥风 小心啊 瞧见奥风 依旧立在原地 居然不躲不闪 下面的秦奥海和雷玉风 心惊胆战 那好歹 是一名剑圣的权力攻击呀 天际 莫的一声闷响 凌厉的剑风 狠狠撞上奥风身前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奥风身边 莫的再次多出了 四把隐形的飞剑 四只飞剑 无助高速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结界 那淡蓝色的攻击剑气 砍在上面 就是一会儿就被泄得无影无踪 这 这不可能 莫南不敢置信地跳脚喊道 刚刚他自己挥出的一剑 威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他可以确定 那一剑几乎是他的全力一击 可奥风 居然这般轻描淡写 手都没抬的 便化解掉了 好厉害 奥风好厉害呀 秦奥海 兴奋地摇晃着旁边的雷玉风 你看 奥风竟然毫发无伤呢 真是太好了 这一次回帝都 奥天歌会高兴似的 奥风有了自保能力 不用再被家族称为废物了 真是太好了 雷玉风苦笑道 我倒希望他这个小祖宗别这么吓人 心脏不好 真会被他吓出问题来的 奥力风中优雅依旧的奥风 一根头发都没乱 眸光微闪 冷冷哼道 莫难见胜 不过如此 既然你的攻击对我无效 那就试试我这招吧 手掌轻轻抬起 修长的手指往上方一指 十五把飞剑齐齐飞湖 完全凝聚到一点 一层淡淡的墨绿光泽 注入剑身之中 一把把飞剑越来越亮 滑光大方 奥风脸上仍旧是冷漠的表情 酷酷地往墨难身上一指 口中喝倒 天涯欲剑灭 十五把飞剑 立即锁定墨难剑圣 在奥风的操纵下 宛如鱿鱼地飙了出去 而墨难剑圣 却在听到这个喝声之后 脸色大变 情况之紧急 却由不得他开口 连忙顾忌重施 以剑气形成护盾 想要挡住飞剑的攻击 熟料 天涯欲剑灭 犀利无比 无往不利 又是一下子 穿透了他的附身气盾 形成爆破 忽然击破了 那个乌龟壳 漠难见圣 灰头土脸地 从空中掉了下来 身上衣衫 已经被划破了大半 蓝缕地像个叫花子 头发也被削掉了好几片 狼狈不堪 奥风 又在天空面无表情 极为优雅地动了动手指 飞剑再度指过去 在地上连续打了几个滚的 墨难却大叫起来 慢着 慢着 我不打了 我认输了 稍微一愣 奥风便耸了耸肩膀 挥手收回飞剑 从天空中落下 心里有点疑惑 这个墨难 看起来明显就是个 牛脾气的汉子 典型的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到黄河不死心 还没挂点彩 失去战斗力呢 怎么就俯手了 正想着 便瞧见前方的 墨难剑胜 如吃了一桶 兴奋剂般地 飞袍过来 满脸红光 紧紧盯住奥风 简直像是 见到了大米的老鼠 奥风被他 这诡异的目光 看得几倍发冷 挑眉问道 怎么 难道你又想 出尔反尔 哦 不是不是 输了就是输了 我的确不如 前奥风阁下 没想到 前奥风阁下 年纪轻轻 就有这种实力 还真是 只动动手指 就把我给解决了 惭愧 惭愧啊 莫难见胜 默默后脑笑道 秃得 眼里又露出 炙热到极点的精芒 另外 这个 前奥风阁下 你 你刚才使用的 是不是 天涯剑尊的 天涯剑法 阁下 莫非是 天涯剑尊的弟子吗 啊 对了 飞剑 的确是很像 天涯剑尊的飞剑 还有那个 天涯欲剑灭 我的天哪 前奥风阁下 一定是 天涯剑尊的弟子 联盟中 许多背着 双手大剑的剑士 好像被提醒了 七嘴八舌地叫道 一道道与 莫难剑尊 一样的炙热目光 投射过来 好像把 奥风 烧出几个窟窿 奥风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天涯剑尊 是大部分剑士 最尊敬的 顶尖强者 十个剑士里 有九个半 都是他的 超级粉丝 他的天涯 欲剑灭一路 身为剑尊的 莫难 便认了出来 这才兴奋至极 弟子算不上 他说过 他不收徒弟 只是教了我 天涯 欲剑绝而已 奥风淡淡说道 并不想夸大 自己和天涯 之间的关系 但饶是如此 也不影响 众人在心中 确定这个事实 这天涯剑尊 百年都没有 收过任何一个徒弟 既然他都 教了你东西 没有名也有识了 你还以为 你能跑掉吗 莫难当即 就双眼冒光地 冲着奥风叫道 老大 我跟你混了 从今以后 你说往东 我绝不往西 还有我 还有我 偶像 你也收下我吧 阁下 你若是不让我跟着你 我就找个面条 叼死去 剑尸们 纷纷暴动了 一窝蜂而上的剑尸们 让奥风 出了一身大汗 没想到天涯 居然有这么恐怖的号召力 对他印象最不好的莫难 都相当地买账 雷玉峰见此情景 呵呵一笑 亲热地搂住奥风肩膀说 哼 你小子可比我坏多了 点子也多 我看 这个联盟首领 让给你做得了 反正我也是你的保镖 到最后 还得听你的意思 还不如直接让给你做的 大家说好不好啊 众人齐声叫好 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出现 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